大家在主里平安,感谢赵梅主,今天是4月19号,星期五,那东方那边,今天是寿难节,那东方那边已经进入星期六了,星期六就是4月20号,我们有一天接近回家,大家都要,我们大家都一起牵着手,仰望着主耶稣回到天国,回到天家,感谢赵梅主,那要记得我们要永远, 我们要永远的仰望着主耶稣,我们要永远爱祂,我们要永远爱我们的天父天子圣灵,我们要爱神,爱人,我们要继续祷告,要永远为家人祷告,而且我们要感恩,我们每一天都要感恩,要去了解神的心,我们永远要了解神的心,要了解到祂的心思一念,而且我们要有这个心愿陪伴, 我们不只是主耶稣陪伴着我们,不只是我们的上帝陪伴着我们,不只是我们的上帝陪伴着我们,我们也要有这个心愿,我们也要这种的努力,这种的心思意念去陪伴着我们的天父天子圣灵,我们的主耶稣,好不好?感谢赵梅主,好,今天呢, 礼命之良,我就不读,因为眼睛不是那么清楚,还有一个就是说,爹地滑枪有先给我这个audio,就是,这个video是,那个channel叫做信望爱,我刚才呢,找到一个信息,就是每一天一句话的那个信息, 然后我听的时候,主就给我看到异象,看到异象,然后祂给我两个狼色的tick,狼色的tick,就是说,今天就放这个上帝给大家,就是说,我们呢,要作为主耶稣的门徒,作为主耶稣的使徒,我们要献上自己,作为活计的话,我们要实算自己,ok? 我们愿不愿意付出一切,ok?就像我这几个月来,我们所经过的,神魔鬼撒当,往往都要制止我们,都要,我们如果你的事公司越,越,怎样姐,越紧张的话,那魔鬼叫你生,家破人亡这些,到底我们有没有准备好,ok?所以,实际上,我们自己呢,往往在生活上都会遇到很多挫折,都会遇到很多困难,艰苦,大艰难, 但是只要我们注目于主耶稣,我们一定胜利了,因为主耶稣牵着我们的手,因为我们的阿爸父在看顾着我们,而且有圣灵的旨意,有圣灵的带领,感谢赞美主,那今天,还有这首歌呢,今天放上去的歌,赞美歌就是讲到十字架,ok?十字架的意义,十字架,主耶稣舍命给我们,就属于了我们的 生命,为了救赎我们,给我们远生的生命,感谢赞美主的大爱,今天,我们这边还是收乱节,记得主耶稣被定的这些事情,都是为了我们人类,感谢赞美主,还有一个就是到最后,刚才,后面那边有看了几个意义,当时呢,这边有看到泥一个字,很多字看到一个泥,然后又,中东到西,倒转一点点,就是度这样,写着我的,然后,又看着我的,然后, 看了一项,讲到光,ok?就,主耶稣就是我们的光,好,那我就赶紧读一下,在一汉福音第八章第十二节里面讲说,主耶稣就是世界的光,耶稣又对众人说,我是世界的光,方是跟从我的,必不会走在黑暗里,必得到生命的光,ok?那法里塞人就对他说,你自己为自己做见证,你的见证不真实啊,你知道法里塞人了,所以呢, 主耶稣说,祂是世界的光,方是跟从的,就不会在黑暗里面走,就在光明里面走,得到光,生命的光,得到生命的光,大家都知道,我们很害怕黑暗,黑暗,ok? 什么事情都会发生,但是在光明里面,就是有这个平安,有这个神的带领,感谢他们一句,第十四节,主耶稣说,即使,即便我自己为自己做见证,我的见证乃是真实的,主耶稣说,祂的见证是真实的,因为我知道,自己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所以,这边也讲到,我们做主的仆人, 我们知道,我们在做什么,我们知道是神派我们作为上帝的仆人,ok? 我们要从哪里来,我们从哪里去,我们知道,所以呢,大家,怎样讲,作为主上帝的仆人,往往我们会遇到很多挫折,但是我们要注目于主耶稣,我们不用害怕人家讲我们什么,因为我们有上帝做我们的见证,而且天堂,天使们,军兵们,都是我们的证人, 然后,接下来,你们却不知道,我哪里来,要到哪里去,就是主耶稣跟法里三人说,我知道我从哪里来,我要到哪里去,但是你们却不知道我从哪里来,我要去哪里,你们都不知道 那四五节,主耶稣说,你们只凭外表,判断别人,这边是讲到,我们做仆人的,往往都会遇到,很多旁边的人这些, 就会以我们的外表来判断我们,我们当时主耶稣说,我却不判断人,当然我们这些做神的仆人的,我们不判断别人的,判断别人的,就做不了主耶稣的仆人,神不会拣选这种人做神的仆人的,如果我们是这种判断别人的人,我们是这种看外表的人,是不符合作为上帝的使徒,门徒作为上帝的仆人, 像今天这位牧师,卢牧师放上,讲到今天一句一句话,就讲到我们作为,先上自己作为活地的话,要自己测量一下,我们能不能够 就算我判断人,我的判断也是正确的啊,主耶稣说,他的判断是正确的,因为我不是肚子一个人,主耶稣说他不是一个人的,还有太我来的父亲与我同在,还有阿爸父与他同在,当然有圣灵,圣灵就是天父天子的灵,那在这边也是讲到我们这些做仆人的, 我们不是独自一个人,就好像今天每一天的WhatsApp,我不是独自一个人,如果我是独自一个人自己乱讲话,自己要讲什么就讲什么,那今天不会走到这边 今天不一定下一阵子就一个一项都没有了,一句话从神那里都没有了,这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 你可以想象到一个人每一天看这么多的一项,听到上帝在跟他讲话,突然间上帝离开了,离开了 这是多么可怕的事情,对不对,就是我每一天,我都很敬畏神,我很害怕,很害怕我得罪神 下一阵子我就看不到一项,下一阵子我就看不到主耶稣这首,下一阵子我就不会听到圣灵跟我讲话 这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 OK,接下来,那17节,你们的律法不是说,你们的律法不是说,两个人做见证就有效了吗? OK,就好像之前我们看到的一项,找到今天真的就要回家了,这些,OK,那是一言 那现在呢,还是回去,一样的话,现在是第二次,第三次讲到,这就是一个见证,就是有效了,有效了,就是一个确定了,就是要发生了 那18节讲到,我是自己为自己做见证,主耶稣说,我是自己为自己做见证 太我来的父,也为我做见证,这是主耶稣说的话 就是说,我们为自己做见证,当时我们还有一个人为我们做见证,是谁呢?就是我们的阿爸父,就是我们的上帝,我们的主耶稣 好,那接下去19节,他们就问,你的父在哪里啊? 那耶稣回答说,你们不认识我,也不认识我的父,如果你们认识我的话,也会认识我的父 20节,耶稣在圣殿的库房,这样教导人,但没有人抓他,因为他的时间还没有到 好,所以感谢专门主,我们要回家的时间就要到了 好,接下来,大家看图片的话,在right hand side,中间到right hand side,上面那边都是之前看到的一张 把它结合起来,当时这个时钟,有没有看到这两个时钟,是我看到的 看到他的观怎样走怎样,当时我昨晚就靠着圣灵就把这个时钟画下来 大家看这个时钟,是从1点到12点,对不对? 好,上一次呢,我们就从6点开始,第一个图片,第一个时钟 6点开始就是4月11号,4月11号,刚才有看到两个期 OK,两个期就是14天,4月11号再加14就是4月25号 OK,4月25号就是两个期,刚才有看到,有一个青草地 OK,一边是比较淡的青,一边是很深的青,现在我们进入很深的青了,青色了 好,上一次呢,是4月6号,第一个时钟4月6号 我们就走,OK,7点,8点,9点,10点,走到12点 12点那边是17号,12点是17号 今天早上一醒来,就看到一个这个时钟 12点的部位是17号 OK,12点的部位是17号 就确定说昨晚画的这个时钟是正确的 而且是我看到的是正确的 OK,那又回去另外一个时钟1点了 1点的时候就是18号 2点19号 今天我们这边还是19号 东方已经20号 东方已经进入3点的部位了 OK,我们这边还在2点的部位 OK,但是OK,接下来就4点,5点,6点,7点 OK,好,讲到这边,还没有讲下去之前 大家请看11点到1点 记得之前看到这个闹钟 有11点到1点有两条红色的针 然后呢,之后我就一直看到这两条红色的针 这两条针变成白色 然后它们merge together 就是结合起来 那时候我认为说没有算16,11点到1点 其实呢它的意思就是说 4月16号在11点的部位 就是背起的部位11点 到1点这个部位是3天 16号,17号,18号 那它们结合起来 结合起来称为什么 称为一个lock lock就是3天 我们有3个lock就是9天 它16,17,18就是第一个lock OK,第二个lock 然后我也有看到2点到4点的部位 OK,也是这样 两条针变结合起来 那2点到4点就是2点,3点,4点也是3天 这3天呢就结合起来 成为第二个lock OK,第二个lock 那到5点的时候 OK,5点的时候就是22号 那22号也是我之常一直看到的很亮的22号 那5点的时候 这条针一条线就从5点的单位 OK,这样上去直直上去 OK,直直上去 这是我看到的 然后呢到11点的单位 11点的单位的时候 然后他这条针就下来 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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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来上去 然后就看到一个八 一个圆圈 一个八 百圣字字 然后画了一个圆圈 然后这个八之后就下来又画一条线 然后就进入新天新地 进入这个新天新地 青草圆 OK,那我们再回来看 OK,如果我们是走5点到6点的话 第二个时钟了 大家进入第二个时钟 5点 6点 7点 OK,又是3天 对不对 又是3天 第三个了 OK,第三个了 之后呢 我们就进入25 是青草地 OK,是第八 八那边就是到家了 OK,到家了 好 这个都没错 OK,如果你看7点的单位 7点的单位是24号 24号也是星期三 也是我看到的三 三也看到有一个T 对不对 其实这个T呢 比较正确来讲 我相信是星期二 我们这边23号 OK 就讲到之前看到的一项 at the end of 23 就是在23号的尾端 23 8一 by the end 就是还没有到24号之前 OK 所以今天我比较确定 才能够跟大家讲 其实昨天前天有在想着了 有到我的头脑 但是我没有一个肯定 所以我不敢讲到今天 我有一个肯定 可以跟大家讲说 我相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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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这边在西方的 哈 在西方的 这一条有可能是星期二的网上 然后呢 东方那边是星期三的早上 OK 为什么我这样讲呢 我还有看到一个异象 有没有就是下面那边 十二那边 十二那边 哎呀忘记了 我还没有把它画好 OK 怎样呢 因为底下是华人的报章 上面是日本的报章 对不起啊 这个图片 大概我等下再照一张 上面是日本的报章 日本的报章写着日本字 OK 但是这个字是很亮了 就跟我们讲说 日本已经天亮了 那在中国马来西亚的 还有一点点暗 没有那么亮 没有真的很亮的哈 所以意思是讲说 中国那边跟中国马来西亚 非常有可能是凌晨 大概黄昏的时候 OK 不是什么黄昏 早上 暗动就是早晨凌晨大概 啊 就是 啊 OK 我这边看到有个信息 从头里来 就是讲说 日本啊 他们是五点多 就开始亮了哈 开始亮了 然后他们到大概七点 就非常的亮了 那东方那边 七点八点就非常的亮 东方那边就是 六点七点才亮 OK 才慢慢的亮起来 就差不多那个时刻 OK 大家就是都在准备 还有一个 为什么二十五号 又讲到二十五号 OK 我们如果回去 第六个照片 大家有没有看到 第六是之前 上月三十一号 我 上月三十一号 被电到的时候 主耶稣带我出去 然后回来一个小时 之后呢 我看到了几个意象 对不对 其中有一个有没有 在第六那个图片 就看到啊 这条路上去去一个 其实比较高上 我画的比较低了 就是一个粉红色的圆圈 然后又下来去青色的圆圈 有没有 OK 这个红色的圆圈是比较高 我画的比较低了 红色的圆圈 我一路来就觉得是在 是回去天堂见阿爸父 去参加主耶稣的婚宴 所以呢 啊 我们去的时候 第一个地方 我们要不是回到我们的新天使 不是神给我们的新天使力 不是神给我们准备好的家 还没有到 我们先到另外一个地方 另外一个地方是粉红色的 就是主耶稣的婚宴 我们这些作为主耶稣的婚宴 就得到这些奖赏 OK 为什么我说奖赏呢 因为啊 在上面一点 有没有 在第五那边 有没有看到 然后一个箭头 出去啦 然后又看到赏 奖赏的赏 又一个箭头 OK 说赏是了 赏是了 OK 回家了 了 OK 然后去一个地方 OK 这个地方就是粉红色的地方 然后得到我们的奖赏 奖赏之后呢 我们才去一个清朝地 OK 清朝地就是主耶稣准备给我们的家 好不好 OK 那我现在今天因为有看到这些异象呢 就确定说神跟我用这个时钟来讲的话 还有之前的异象 好 那我们再回来这个时钟 第二个时钟 7点的单位呢 就是24号星期三 OK 那我们就大概就是出发了 好 那我们要去天堂 要参加主耶稣的婚宴 OK 我们对主耶稣的新娘就得到奖赏 然后呢 到我们主耶稣准备给我们的家 就是带8点的部位 8点的部位 就是25号 这边就是25号了 OK 感谢赏美祖 还有之前看到的异象 9点也是3点的部位 OK 3点也是一个 了 OK 那9点是3点的部位 大概 如果这个9点是上面下来 5点上去到11点 11点那边再下来3天就到9了 9了 最后一个了的第三天 最后一个了的第三天 然后第4天不是最后的一个了 是三个了的 之后的一天 OK 就是最后一个了 有4天 也不是说4天 就好像 哎呀我忘记写号码 我等一下再画 13144545那个图片 有看到两个包子 OK 然后呃 刚才也有看到主耶稣要打打 要呃 还没有打 就是要打开最后一个paggage 就是这是一眼了 啊 这样要发生了 那两个paggage 他一个就就给我看了 就过了哈 那就我相信是今天的 呃 19号 20 21号 那后来到最后一个 第二个呢 就是最后一个 就有看到前面一个2 后面一个2 OK 所以我们常常看到22 前面一个2 后面一个2 前面一个2 是呃 再加一天3 4天同步 但是三天是在最后一个了 一天呢 是在哪里呢 在啊 天堂吧 嘿嘿嘿 感谢大妹 就希望大家会了解我想什么 不了解你再回去看十钟 然后再回去听啊 我解答的这些话 还有一个就是大家看第一个手 十钟 OK 七点的单位 七点呢叫做Divine Completion 就是神圣的完整 OK 神圣的完整 然后第八那边是home home 就是家了 OK 我们到天堂 神给我们这个奖赏 阿爸付给我们这个奖赏 然后才到家 七点的单位呢 这这一条线上去的话 这这一条线上去 好 这这一条线上去 就到18号 OK 18号那个一点的单位 也是0 OK 也是0 所以叫做Divine Completion 神圣的完整 OK OK 感谢赵明秋 为什么我们一直讲说 一点的单位 我看到是0 这个0 就是因为连接到这个7的单位 就是神圣的完整 那18 18是青色的对不对 刚才有看到一个青很青色的 一个7很青色的 在草原上很青色有一个7 比较淡青色的有一个7 OK 那后呃 比像这左边的很深的7 是我像后面的17天 就是从18号再加7的话 就是25号 OK 就是25号到家了 那比较淡的青色呢 是从4月11号也是6点的单位 也是被提的牛扣 OK 看到6跟10 对不对 OK 好 呃 4月11号 再加7天的话 就是到18号 18号 再加7 就是25号 这是连接起来的 OK 要呃 如果是11号 4月11号 再加14天 就是4月25号 感谢赵明秋 好 啊 接下来 呃 有没有看到我写45 OK OK 15号 我们有看到orange color 橙色的没有 啊 55 55 就是恩典 恩典就是我们要回家的时候 这些时候叫做恩典的时候 OK 45天的话 是 没有 4月15号 好 在家啊 啊 我之前看到的一项写着明日 然后又写着九天 那就是24号 也是上之前看到的一项也是看到Wings 也是Wings Wingsday也是看到的一项 好啊 接下来 啊 我就看啊 看图片 大家看图片啊 第一个图片 上面本来是讲到跪下来看到万能神 对不对 对啊啊 啊 但是现在呢我们都看到电流很厉害 电流很厉害 我的啊 啊 就是右眼啊 啊 那个电流真的走的很厉害了 就中间就是这个被提的天路 OK 回家的天路 好 那我这个就不画了 我就把这个地方就拿来 就神允许的哈 啊 我就画刚才看到的一项 刚才看到的一项 呃 其中一个就是一本布子 就之前看到的布子很厚的 也不是 可以讲是布子 可以讲是书 OK 天堂的书 然后天堂的书 17号的时候 有没有 17号你再回去有看到开到两面 对不对 两个都有一个四方形 然后呢 那是我相信那两面 一个是17号 一个是18号 今天19号又放进去这本书 这本书呢 又另外一面了 另外两面了 OK 在这个左边就是left hand side那边 有看到一个四方格 四方格或者是长方格里面 又有一个椭圆形 那个椭圆形里面 会看到有人走路是现场的 OK 有看到有人走路就是这个 走廊到新天新地哪一桩 然后 第四面就是在right hand side那边 OK 今天看到的第二面也是第四面了 就是我相信是讲到明天 OK 明天呢 这一面就没有看到 没有看到这个新天新地 这个长方形到新天新地那个走廊那边 大概呃 今天可以讲说 今天都是讲到回家 都是讲到回家 所以就看到这个走廊那边 对不对 走廊那边都讲到回家的时间 OK 我相信明天是不是要神提示我们什么了 有没有 是不是提示要教导我们什么东西 那就等到明天就看了 OK 好 然后接下来第二那边就是看到十二点的单位 就是十七号 就是配合神一直给我们看的 也是配合我们画的图片 时钟的图片 然后也有看到啊 两点到四点 连结合起来就是第二个了 OK 啊 接下来呢 呃 第四那边有没有 就是早上醒来第一个一项六点多 就看到一个了 了了又看到七 OK 了就是完了 OK 完了今天进入第二个了 其实今天是进入第二个了 哈 然后七 啊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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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是第二个了 对不对 19号 20号 21号 22 23 OK 进入最后的七天 七天 OK 就是下面回到我们住的家 OK 十四天 然后在家现在 今天的十九重部也是七 OK 好感谢赵美主 那接下来第五个图片就看到一个九 九就是圆圆九九哈 OK 九圆九九 啊 就是九点的单位也就是亡了 OK 亡了九点的单位就是亡了 嗯 接下来然后就要进去呃 让阿爸父 得到奖赏 OK 那当然 接下来就看到三这个箭头 然后奖赏又过去 我刚才讲过了 不讲了 接下来我这边有写说六点四十分的时候 哦 我是很懒得我趴起来画 那这样我就在灵里听到这样 你知道吗 鞭打到神灵 鞭打 莉莉要鞭打了 莉莉 你不努力啊 叫你醒来画下来写下来 要不能再忘记啊 哎哟莉莉 你没有努力就要鞭打 大家要记得 我们要敬畏神 神是祂的能力超越一切的 祂的万能 祂是我们的Lord God Almighty OK 今天利益被神鞭打也是该死盖 该死盖 为什么 不努力 懒惰叫醒来要睡觉 OK 所以大家我们都是一样的 我很怕神审判我 真的 我很怕 所以我做每一件事情要得对对对的起上帝 OK 而且祂叫我多事情 我也要一心一意去把它做完 很可怕 OK 但是我们的上帝是爱 OK 只要我们悔改 祂立刻就原谅我们 祂立刻就说 女儿啊 来爸爸抱抱你一下 OK 接下来 听到 Loud Hitting OK 上次 上次在我的灵里 对 OK OK 然后 OK 六四十也是六八 六八 六是人类 OK 八也是 八就是 到家 OK 好 那 接下来呢 第七那边 第六已经讲过了 第七那边就看到这一朵花非常大朵的黄色的花 真朵黄色的花里面只有一点点红色在中间那边一点点的红色 是什么意思给我聪明之律就是说黄色就代表等候 所以我们等候这么久 这么久等候当时神在训练我们 在考察我们在试炼我们 在怎样讲 就是说我们是属于哪一种的基督徒 我们是属于哪一种的新娘 OK 就在这一年多里面看得到一清二楚 是不是能够信心到最后呢 是不是能够忍耐到最后呢 是不是继续信靠与圣服呢 如果大家 我们当初有人认为说是粒粒乱讲话 粒粒自己骗出来 那就 其实我也不知道我之前有没有讲 还是在梦中讲啊 就是说神说你就不用再听了 OK 因为没救了 好 红色是代表什么 红色就是代表主耶稣的宝血 红色也是圣灵国家是代表birth birth就是新的生命 OK 所以这些我们在等候 这些等候 不只是普通基督徒 OK 肉体死了 灵魂得救 这个这个这个 不只我们是整个身体 从一个会习惯的身体到不习惯的身体 到这个心天心地 这是一个新的生命 OK 就是在光 在光里的生命的光 得到生命的光 为什么生命的光 在光里面 但是这个光也是画一条线 是红色一样的颜色 所以就把它放在一起 OK 所以就到这个主耶稣里面了 到主耶稣里面 得到远恒的祝福 你把那边 差不多是这样 可以讲 就看到一个瓶子 然后有一个什么 那个道路 这个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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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 这样这样上去 就是讲到 这些瓶子 刚才有好几次看到瓶子 是什么东西 有的 好像 主耶稣要开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 然后有粉 粉然后倒进瓶子 那个粉就变成水这样 倒进瓶子 瓶子 这个瓶子就是新的生命 就是要拿回家 到回家 OK 接下来 OK 到那时候 我听到一个声音 真的很强烈的一个声音 Vision 然后 bell叮 叮一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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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看时间7点37 就是前后有7 刚才不是有讲到两个7对 前后是7 中间是一个3 了 OK 了 就是之后看到的意象 这个还没有话 要明天 因为这个音面已经满了 OK 就是配合刚才看到的意象 好 接下来9那边 就是上帝用他的亲手写的字 写什么呢 亲手写出来 B I V I N Divine 就是神圣 神圣 OK 之后呢 他又用他的亲手写7 然后写个3 上就慢慢的写 OK 7就是神圣的王 就是王了 王了 OK 接下来第10那边 我就看到了 这个就好像画这样 其实是9先 9是在东方那边 9 就是圆圆九九 然后又有看到青色的圆圆九九 在神的国度里面 之后呢 就看到 在西方那边 就是在左边 就看到 上就是王了 OK 王了 到回到家了 OK 第11那边是8点14分 就从头到尾 差不多两个小时 看到的异象 我已经画下来 就是从第4到11 当时有一个是31号的 3月31 好 这一个就是它的orange color 好像画一半的一半的圆圈 一半的时钟 然后写着333就是了 完了 好 完了 12那边有没有 我刚才讲到那个报纸已经讲了 接下来呢 就报纸接下来就看到这个iPhone iPhone是有一点倒转的哈 倒转然后是青色 青色就青草地 然后有看到好像鸟在飞 这些鸟都是红色的 红色就是代表主耶稣的宝血 红色就代表主耶稣的新娘回家了 OK 回家了 OK 得胜了 接下来 接下来就看到什么 这个两个四个四方格 只看到 怎样讲 两个是完整的 两个是一半的 然后好像有一碗放 这个我就不太清楚是不是讲到我们西方还有吃晚餐 OK 那东方如果是早上的话就到早晨了 已经晚餐就已经很久了 OK 接下来呢 刚才已经讲过了 那个picketing有前后写着2 那今天就到这边 大家继续努力 我们就要回家了 感谢咱们就要记得祷告 阿们